在這30年公民抗命的確是我們唯一的出道 我們可以選擇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很感激三位學者 兩位學者和復師發動這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的運動 是一個成功的開始 但是一個開始 這個行動變成一個運動的話 我們可能 算我提示一下 我們可能都需要一個組織的過程 如果透過三位人士 加過松山的秘書處 如果將這個運動帶到七月 希望送以萬計或很多萬的人參加 我想這個組織發動的聯絡和宣傳 如果不可以一個很松山的秘書處做 就可以做到的 我們香港還有很多團體 希望你們三位如何可以跟他們聯絡 或者建立一個比較廣泛性的 有團體的 當我們一個姿體 長江 不是有弱姿的話 我們發動上來兩個雙席 是全民參與 我覺得這次最好就是全民參與民意秀 所以這個團體會互相配合 希望在香港的民主歷史 有一個新的營 也有一個新的做事的方法 好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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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蔡耀昌 我相信 我也非常同意 現在我們普選到這個關鍵的時候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群眾性的決心 現在的公民抗命 我相信確實是一個 我們來緊去研罪群眾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在這個過程 陳朝雲教授剛才說了 一些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在香港 我們過去的經驗 就是群眾性的參與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 形成好大家 在那一塊市場都認定的 無論是那個目標 和那個方法 所以其實你是一個和平的 一個抗命的行動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 真的要遷就那個 我們怎樣去落實 譬如說和平非暴力 在那個運動上 怎樣是 那個方式又怎樣 那裡 我想在今天 或者下一次的速度 是一個 我們很重要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 如果不是 突然搞錯 就 其實可能你就不是最核心 在政改最關鍵的時候 是出了一刀 所以我想 在今天 起碼下一次 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令到整個商討 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謝謝 好 多謝 我爭取大家的支持 組織你的問題 對口 和這個 太平委員會 都是很好的問題 前面先為小姐 我見到 一路 現在我們監促討論 都是互浪 爭取201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 我想問教授 2016年 我們立法會 會不會爭取 全面取消功能組別 好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說要感到2020年的話 我覺得絕對接受不到 好 謝謝 楊小姐 另外 後面 後面 隔了三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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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次佔中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 大家可以民主參與 但其實 我看回 例如 這次他給了一個很 50頁的一個 熱讀材料給我們 其實可能對於很多基層市民 都本來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是有這樣的興趣去閱讀的 所以我覺得究竟接下來 我們一個更重要的議題呢 在佔中那裡 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廣泛的市民可以參與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相信民主的話 我們無論什麼階層的人 應該都可以 跪於他居住的地方 的政制 是作出一個決定的 還有我也會覺得 就是剛才有提過 那些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之後討論的 例如提名委員會 其實我相信 來得的人 其實都已經是有一些共識 就是關於 怎樣去普及的提名 或者是等等 所以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在這個階段 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 可以參與 尤其是很多基層的市民 應該是可以 有份參與 才可以令到我們 達到一個真的民主 好 謝謝 謝謝 先生 白色三位 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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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徐明根 我是張的市民的聲音 告訴大會和大會 有很多人說 我們想參加 有些人想參加 參加不到 好像西選 有些人想參加 我們做馬 因為自己人參加 但我個人不相信 會 我問一下 我們說 有些人想打工仔 我們佔領中華 我有一朋友 是開車的 那我怎樣去找 吃 還有有個 師父的兒子 讀法律 有案例 送到聯同大學之後 之後怎樣去找 做呢 變成爭取民主 改善民生 經濟上 可能會受到一定的破壞 變成爭取得本智 可以隱瞞 第三 現在說 有個街坊 有個媽媽 原來說 案例做了醫生 還在做法律 你現在去 知不知道 懷疑好案例之後 變成爭取民主 你爭取民主 這樣 難道 我怎樣 愧人私表 這樣說 即是說大口授 那你會心理問題 回答我們 謝謝 好 謝謝 歡迎到剛才那個 非常參與的問題 後面藍色三 三個位小姐 大家好 我是Danny 我覺得 佔領中國人行動 一個重要的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領導 香港人 即是一天不接受 或者根本不知道 這是什麼行動 都會覺得 這個行動是一個正確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 我們接下來 是否應該都要想一想 我們怎樣去教育 我們身邊所有的大眾 去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 的活動 或者一個什麼 公民 放育的行動 好 謝謝 謝謝 好了 我們到這邊 黑色衣服的先生 對了 對了 這裡 謝謝 我是周韻人 對 對 對 由開始討論佔中 到現在 都大大話話 其實 一路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災 對於很多基層的市民 在這裏 他們有聽 在這裏 但在這裏面 去了解 那些愛的行動 我想接下來 是很重要的 關鍵的位置 去到明年 其實我們怎樣 在接下來 這一年的時間裏面 去感動 他們參與 是相當重要的 否則的話 留意 都是我們 最熱心的 坐在這裏面 給予可的原因 第二件事 就是 令他們明白 令他們支持 更加重要的 令他們怎樣 最簡單 最便智的方法 就可以參與 這也是第二個重要的問題 另一方面 就是 剛才有朋友說過 有一班功能組 在選舉那裏 我們剛才沒有討論過 接下來 我們怎樣去討論 另一方面 什麼機制 什麼的範疇 是否大多數人認同 怎麼說 都有共識 是我們要討論的 而另一方面 就是 我記得前進一些 無論他們都說過 或者有分界別 step by step 到最後 政府都不做事 我們採取自領總環 那些step 是甚麼呢 我們怎樣做呢 那會不會 透過今天或者 以後的 其他日子 我們訂一些標準出來 這個我們 再從所有 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好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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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較誇張 是怎樣 戰衝運動 是跟勞工的結合去偷練 比如說 我們連一些 標準公司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一些基層的勞工 也都是很難的時間 去參與 去討論這個政策的問題 例如以前的工人會 怎樣讓導 好像是勞工家 和公眾家庭的看齊 其實這些 我們都覺得 是戰衝運動 應該是去帶回 一些基層加工 和勞工 去明白到 其實政制 其實具體上 是會怎樣 影響民心 這個是戰衝運動 需要去處理 我覺得 稅稅要去處理 好 謝謝 中間這裡 白色三位女士 有兩個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 因為很多人都說動員 大家都知道 但我覺得 應該以為有策略 都針對這些組織的動員 來大些 具體些 是怎樣去找他們幫忙 譬如說 教協在前線的老師 中學生 大學生 社工 我覺得這個是很實際的策略 怎樣去商討 第二點 就是因為 似乎我見大耀廷 長一長都去 我怕做死他 切片都是三個去解說 其實怎樣擴大呢 核心的工作 是去解說 去令到各階層去明白 佔中的理念 一定要簡單易明 第三 我自己覺得 中環其實很大的 其實究竟佔哪裏 才有真正的威嚇呢 政府的關心可能 根本就是經濟上的損失 會不會是考慮佔領這個交易廣場 但因為根本佔不完 我覺得這個很具體 要引起張力和威嚇 其實是要談的 謝謝 好 謝謝王菲 謝謝 這邊先 這邊的白色叉 各位小姐 這位短頭拍過來 師傅 實際建議的 就是機場參與空間和時間 我想希望有不同的地區組織 可以即時將他們的地點開放給大家 即是我們如果有一個中央的平台網站 知道我們每天幾點幾點去哪裏 就可以一些 然後那些意見 是用一些什麽的經濟 可以回覆回來我們大會 如何去確認那些意見 因為其實我們做很多 民族參與規劃或者社會工作人員 就會發覺其實早餐和宵夜居住 反而多些人可以參與 第二就是基層要相信認同這個運動 其實我們都要向一些民生爭取 好像剛才有香港勞工 或者其他的生活議題 令他們知道參與民主 和這個商討對民主主義的擴大 很重要性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大會 可以有一個擴負少許的政綱 除了宵夜方法之外 就是有一部分說 民生議題的參與民主是怎樣達成 然後可能從這些議題開始 然後再一個層次去考慮這個機制的動作 不是很難去說服很多基層的市民 即是參與民主的 回到這邊 前面 藍色衣服 那位先生 稍等一等 謝謝菊長 謝謝你 我是記者成長 我很欣賞幾位學者和朱陸師的大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 將這些東西提出來 不是去打擊大家的熱誠 而是希望大家對那個效果 有充分的估計 我們從報紙上看到 陳教授已經遭受到這些打擊 但是這些打擊 都是完全在我們可以 個人承受得到的範圍之內 我所提到 我想不強調的就是 會不會有一場 大規模的鎮壓 這樣 我希望大家不要低估那個可能性 因為為什麼呢 在戴耀城教授那三位 正式宣布佔中行動開展 那一天 是有駐港解放軍 兩艘軍艦 是開到中環的海浪旁邊 而CCTV呢 有個片段 就是把船上的海軍 用槍、用炮、瞄準中環 這個景象呢 是傳遞出來的 那就是說 他在戰中行動開始那一天 他就用一個軍事演習的形式 是帶出他的信息 今天 商討日的第一天 我住在港島的朋友 今天早上跟我講 說解放軍的軍車 已經在 早上在市區出行過了 這樣 那 所以呢 大家要考慮到 這個 不是一個 假想的危險 因為 駐港解放軍 近這十幾年來呢 他很多演習的項目 都是針對城市報告來進行的 這個呢 是 很多時候都是 很多項目的內容 都是這個 針對城市報告 所以這個東西呢 不要低估 我記得 在1989年的時候 當時 很多 開車 開進這個 北京市交的時候呢 很多市民 躺在 開車前面 擋彈黑 大家都不相信 會有一場屠殺 很多朋友去北京 考察一下這個運動之後呢 都覺得 不會有鎮壓 但我都跟一些朋友說 以我認識的 共產黨的性格 和他的處事模式 我們不能有低估它 鎮壓的可能性 那果然呢 有一場六四的圖城就發生了 所以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 在香港提出 佔中的時候 同時 他的 解放軍官的駐港部隊 已經做好準備 那些準備 不會無緣無故做的 那些準備 是因應 他要 有需要鎮壓的時候 去做這些檢查 所以我們要 充分考慮到 這個運動的 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當然我們也不會說 因為差這些效果 而去放棄我們 爭取真普選的訴求 多謝大家 好 麻煩你了 我們幾乎 麻煩我來 不如最後 講完這些姓姐先 你好 你好 我是William 我想提出就是 提醒委員會是必須要在現階段去討論的 因為其實就算不單止是泛民主派的議員 和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其實很多爭拗不決定參加佔領中落 甚至現在的思想在討論種族議題 都是和民主派的方案是有關的 如果提名委員會或者選舉方案 我們不提前去談清楚的話 會令到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甚至令到泛民主派的議員 有更多的機會去分裂 我想說是這麼多 謝謝 我看到前面有位先生 是否有人上法 前面戴眼鏡那位先生 黑色衣服 是 沒錯 我是奧陽東 想回到陳祥先生 我想除了一些解放軍 你所說的 今天我們要面對更加重要的位置 就是我們面對香港的情況 就是你見到其實近來有兩隊樂隊 在殺人賽街已經吵開了 就是已經被控告了 也都有很多社會運動的空間 沒有街頭的空間被搜集 其實大家在這段時間 是需要去監察警方 在不同的類別的運動面 其實那種採取手段 就是我很明顯 就是我們六四報一陰 做的時候 我們收到很多警方的關注 不停地關心 那就是 我們除了要警署 即是國民之外 其實更加切斷 我們香港的警方 這個警署的問題 那平衡是大家 在報告前面有什麼 還有真的要想 除了愛國民之外 其實你見到我們做了很多社會運動的手段 其實很多時的衝突的場面 當然是形成的 很多時是警方是天人的 他就封條行車前不讓你出來 到你們全都死了 然後你逼著就要去衝擊行車 有很多 然後記者又會擁抱他那個位置 結果就是越來越來越來 那其實譬如記者方面 他實情有配合 即是怎樣維持結罪 我們自己怎樣去剋制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一些過來的修煉 那其實在一個程度 就去除了要想 我們怎樣修煉自己 不要那麼容易動動 不要有暴力行為之外 我們都要處理 如果萬一真的有人領不住 真的覺得很興奮 要做一些事情出來 他小小的動作 其實已經夠了整個 即是中共機器的抹黑 那我們要想 其實如果面對一些被人抹黑 我們真的有一些人 要做暴力的行動之後 我們怎樣應對呢 這個是蕭龍特使 好 謝謝 我們時間關係 最後兩個發言 不如這邊 後面那位黑色衣服的先生 黃浩宜 謝謝 黃浩宜 很感謝三位發起人 可以促成這次的場合 我想香港真的是首次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其實讓這個運動 成為一個全民運動 是非常之重要 全民運動就是 各種不同界別 不同的群體 不同的階層 都可以參與到這個運動 而更加重要 我覺得怎樣吸引到他們參與呢 就是 他們可以帶倒自己的議題 放進去接領中華人 我覺得這裏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 我覺得 當我們講 現在去做商討日的時候 我很希望 在之後的商討日 可以更加多去討論到 整個接領中華的程序 我很期望就是 戰領中華裏面 每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其實都是透過商討 去達致那個結論的 尤其是 當我們講究竟 我們是否啟動 戰領中華的行動 我們是否禁過核彈的時候 我很希望 是真的 由那一萬個死事 或那一萬個參與者 是由他們自主去決定 那麼 去到最後 就是關於那個 暴力的問題 其實香港人 我覺得一直都是很和平的 反而我想 用另一個字眼 就是使不使用武力的討論 其實 因為當我們講東聞抗命 如果我們說要佔領 整個中華人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 連丁點的武力都不去用的時候 當警察 可能去抓了一條的境界線 我們可能就站在那裡 完全做不到行動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 關於使用武力的 我們應該仔細去討論 當然 你說暴力 說的是破壞人的財物 或是放火這些 我相信 預會者大家一定是不認同 多謝 謝謝 由於大會希望盡快進入氣獄 我們要盡快進入我們小組的討論環節 不如現在給個時間 陳教授去回應一下 剛才各位提出的意見 沒有可能揀完所有問題 我有三個方面講 第一個方面 很多人會覺得 佔領中環是否在拖壞香港經濟 是否要癱瘓中環 我們作為一個所謂公民角色運動 的確希望中環停一停 整個社會停一停 思考一下究竟我們要有甚麼社會 人說你們佔領一人 就已經令到香港損失十六億 我想問 究竟一年裏面 我們用多少錢做我們教育呢 我們是用幾百億的 如果我們的社會可以接受 一個明明不是普選的方案 說它是普選 即是我們可以接受指龍為馬的話 我們是怎樣教我們下一台 我們的社會如果這樣接受之後 究竟我們損失的容量 能不能用錢去計 所以對於這些經濟農信 我希望大家都去思考一下 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我們的確是希望社會停一停 想想我們要去哪裏 有關說究竟我們現在目前裏面 會不會是最重要的 針對著要設計一個方運的問題 這裏我想解釋一下 整個戰中的工作要做到甚麼 我們最重要是建立一個平台 去搜集民意和表達民意 我們作為被施設運我們三子 就算我們自己對政制方案有甚麼提法都好 我們是盡量不提出來的 我們只是想建立這個過程 就是商議公民授權 去到共同制定一個政制方案 我們只會搜一條底線 即是說我們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提給市民的話 中央提出來一定要符合基本法 才會提給香港市民去選擇 就是我們作為佔中一樣 我們當時要提給市民去禁制的時候 當然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就搜這條底線 建立這個平台去收集和表達民意 我相信社會裏面有不同的群體 包括真普選聯、2020、多多民間其他學民等 他們都會制定很多的方案 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夠交給我們這個平台 進行商討和公民去到授權 至於談判的句話是誰等等 起碼我們快一點人看 我們自己都是一個很純民交的運動 我們希望和政黨能夠保持一個默契也有一個距離 就說在涉及到有關要和特區政府 甚至和中央商討這個部分 我們暫時沒有看我們要扮演哪些角色 我們只是去表達民意 收藏民意和我們手底線 談這個部分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意見 即是向哪方面去談 這個我們希望交給有票的立法會裏的政黨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非常同意很多朋友說 我們這個運動不可以是一個離地衝突 中產的運動 你看到這個運動開始的時候 首先很有宗教結婚 第一次記者資料會 第二次就放了一些法律書 很多所謂的離地中產 因為我們已經對應著 很多都是攻擊我們 破壞香港的經濟運動 希望我們明白這個論述 在我們這個階段這樣做 但其實我們現在花很多時間 其實入學校 去教會 去跟一些不同的基礎組織去談 我們現在的心目中的打算是同樣的 第一個相當人 你看到大家這樣坐在一起 但對很多群體來說 你覺得我這樣坐在你們中間 我起身說話 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我覺得這種方式 根本不適合我們的群體 所以我們希望第二次 我在第二個階段的商討日 是分散的 是遍地開花的 我們想定了某些模式 譬如商討的時候 你哪個主持會 應該有什麼態度 每人給你幾分鐘 按照這個規格 只要你在社群裏做了 你拍照 然後你記錄下這個結果 之後 你可以上我們將來的網址 我們將很多不同的地方 做過這個叮叮 就集團在一起 我們在一個階段 最終我們會搞一次大會 這些各個不同的群體 都做過的這些商討日 然後再會聚在一起 我們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這個運動 絕對不可以 就是這些教授 專業人士的運動 這是屬於一個全民運動 如果我們下不了區 這個運動就失敗了 所以很希望 大家也帶著 我們今天談的問題 翻到你自己的小區 還有想你們自己用什麼方法 剛才剛才有一個 夾實這個佔中 很歡迎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 令這個運動向前走 希望大家去想 還有一些有關 爭取運動的方法 目標的問題 剛剛有些人提及 為何你們不建議 來一六個等等 大家看到 我們過往這幾年 我們整個民主運動 是會因爲一些策略 或者因爲某一些議題 已經有很多的訓練 我們都知道 爭取一個2017的真普選 根本已經面對著很多的風險 小弟很有感覺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運動 真的可以整合 我們的社會各種力量的運動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能夠做好這個2017特首真普選 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運動的左道 已經是難能可貴 所以有關2016的問題 不是我們不關心 不是我們沒有意見 而我們知道一觸動到的問題 就會有很多爭議 多少值要取消 又或者要全面立刻拿黑普選等等 我們希望減少爭議 盡量將過往幾年裏面 民主運動曾經出現的分裂 希望透過這次的佔中運動 將大家一層團結起來 用愛和和平力量爭取補選 多謝各位